欢迎收看商业模式的逻辑 我是这门课的竹江老师 我叫沈拓 我先简单的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本人创立了清华XLab 未来生活创新中心 还创办了互联网家研究院 我本人主要的工作 是一个企业的战略顾问和创新教练 在过去的几年中 曾经帮助多家大众型企业 转型突破 还曾经帮助过数十个创业项目 快速成长 我自己研究的主要专业方向 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包括战略的落地 组织的激活 商业模式的创新 和爆款产品的打磨 我曾经出版过几本书 一类是关于企业转型变革方面的 包括重生战略 重生领导力 和变革的智慧 还写过几本书 是关于商业模式创新方面的 包括不一样的平台 网络人的未来和破局点 那么在接下来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 我希望把我以往的实践的经验 和包括理论研读的经验 能够很好的分享给你 帮助你理解 什么叫做商业模式的逻辑 不仅要理解 而且更棒的一个结果是 能把这种理解转化为实践中的运用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个定义 我们这堂课既然叫做商业模式的逻辑 就提到了一个关键词 商业模式 我们在工作中和生活中 经常会说这个词 Beliness Model 就是商业模式 那到底什么是商业模式呢 这里面我提供这样一个定义 我们说商业模式描述的是一个企业 如何创造价值 如何传递价值 和如何获取价值的基本原理 这样说显得比较文走走 我可以讲的再通俗一点 通俗的说 一个企业的商业模式 指的就是一个企业 如何给你的客户带来价值 然后此外的 你要把你创造的价值 很好的交付出去 最终当然你要赚钱 所以这几个要素叠加在一起 就是我们所说的商业模式的逻辑 这么说还是太抽象 我给各位学员分享几个案例 可能有助于你加深 什么叫做商业模式 我们对比一下 在手机行业的几家企业 华为小米和OPPO 这三家公司都是立足在手机行业 都是卖手机的 通俗的讲 可是我们注意到 他们的商业模式的逻辑 是有一些微妙 但是却重大的差异 我们首先看一下华为 华为是如何给它的客户创造价值 这几年 我相信我们所有人一个直观的感受 就是华为的手机越做越高端 这个依赖于华为强大的研发能力 我们知道 华为有自己的芯片的研发能力 华为开发出了海思芯片 包括有很强大的供应链的整合能力 使得它的手机的部件越来越高端 无论在存储性能上 无论是在拍照性能上 还包括前面提到的计算性能上 所以华为是走向高端 高端制胜的这样的一个价值创造的方式 那么它是如何传递给客户呢 它一方面是通过建有自己的线下去道 那么在海外呢 华为是大量的透过跟电信运营商的合作 把自己的手机呢 销给自己的客户 那么它获取价值 通俗的讲就是它如何赚钱呢 主要是靠手机的高毛利 这就是华为的手机的商业模式 此外我们对比另外一个企业 小米 小米也是卖手机的 可是跟华为区别就比较大 首先小米创造价值的很重要的来源 我们认为叫做跑分制胜 这是它的价值主张 什么叫跑分制胜呢 通俗的讲 小米主打的就是高性价比 所以我们知道很多年轻的大学生刚一毕业 第一部手机买的就是小米手机 两千多块钱买一部高性价比的手机 小米如何把自己的手机商品传递给客户呢 在这一点上 它跟华为的区别也很大 小米同时构建了线下的渠道体系 也构建了线上的渠道体系 线下我们大家都知道 小米现在有自己的小米之家 那么线上的小米有小米网 有微博 有微信 构建了一个非常完备的新媒体矩阵 所以小米的营销力 我想业内是公认的 是比较强劲的 那么此外 小米获取价值的方式 跟其他手机企业也不大一样 小米获取价值一方面 当然也要靠手机的收益 可另外一方面呢 小米把它的流量的红利 几乎是发挥到了极致 因为小米发现了自己呢 通过做手机卖手机 自己竟然已经成为了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一个 全新的一个入口 我们都知道 小米除了手机之外 开发了很多周边产品 这些开发的周边产品呢 有一部分是小米自己做的 还有一部分呢 是小米搭接了自己的一个生态系统 为此呢 小米还有自己配套的 风险投资基金 投资于周边的产品 那因此也就换句话说 它获取价值的方式呢 除了手机收益之外呢 还有流量释放的这种红利 包括投资的收益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 它有开发空气净化器 有充电宝 等等等等 一系列的周边产品 这就是小米的商业模式的路子 我们再看一下OPPO OPPO也是做手机的 但是OPPO创造价值呢 我想我们都很耳熟能详的 一句话叫做 充电五分钟 通话两小时 这就是它的价值主张 Vivo的价值主张呢 叫做音乐手机 OPPO和Vivo 共同传递价值的方式呢 特别在早期 高度的聚焦于 中国的二三四线城市 也就换句话说 它是往下走 它获取价值的方式呢 主要就是手机手艺 所以横向的对比 以上三家企业 华为小米和OPPO 我们就可以理解 就是说不同的商业模式的 逻辑的设计 就会带来不同的商业模式的结果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 商业模式的力量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聊 这个商业模式的逻辑 这个话题 这是因为 我们认为哈 商业模式的价值呢 在今天日益的得以凸显 我甚至可以总结出 这样一个一句话 商业模式的设计 与持续创新 是企业的最高优先级 由于工作的关系呢 平时我在我的办公室里面呢 经常会见到一些企业家 跟他们交流 他们企业的发展的状况 还会经常见到一些创业者 帮助创业者去打磨他的BP 那么 我的一个切身的感受是 90%以上的失败的原因 是失败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没有一个闭环的 清晰的 完整的商业模式的逻辑 所以反过来说 商业模式的重要性 是由此我们可见一斑 那么商业模式的设计 和持续创新 用在什么地方呢 我也可以提供几个场景 比如说有的时候 我们在企业里面 一个人有了一个idea 或者通俗地讲 我们有了一个点子 这个点子呢 还不足以构造成为 一个完整的商业模式 那么呢 在这个过程中 你需要把运用商业模式的逻辑 把它系统化 把它系统化的展开 比如说你说我要 共享自行车 可是你光有一个点子 还不足以称之为 一个闭环的商业模式 你只有把像ofo 像mobile这样的商业模式 逻辑图 完整的构造出来 你这个企业才能走到下一步 那么还有一些情况是什么呢 我们也要运用到 商业模式的逻辑 就是比如说一家企业 一个产品上市很久了 可是卖的不太好 卖的不咋地 那怎么办呢 那这个时候 也需要对你的商业模式 进行重新的审视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商业模式的设计 和持续创新 就是我们所说的 是企业今天的最高的优先级 那我也希望呢 在下面的内容 随着下面的内容的展开呢 我们能够对商业模式的逻辑的 各个的组成的要件 有更加清晰的了解 大家可能会见到 每个期兴趣的这些 都谢您的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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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